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现在堂堂面前的书桌是不是非常的小巧可爱呢 好啦我知道你一定要笑说堂堂这么大只 挤在这么小的书桌前面看起来很不搭嘎吧 不过今天堂堂告诉你哦 如果你为你的小宝贝选错了书桌椅 问题可不是不搭嘎这么简单而已哦 不良的坐姿可能会引发肩颈酸痛之外 更严重的可能会造成脊椎的伤害哦 所以今天堂堂就要带大家一起去拜访 全亚洲第一间专门为儿童设计人体工学座椅的厂商 我们不但要教你如何为你的小朋友 打造一个更健康的读书环境之外 还要看看他们是如何将台湾的品牌 推向国际的舞台哦 台湾长久以来都是许多国际产业 背后重要的代工伙伴 但是国内有间从1962年就创立至今的 知名家具制造商 早在1983年时就开始力评产业转型升级 从传统的生产制造进一步走向自由品牌的创立与行销 成为亚洲人体工学家具的领航者 我们的品牌定位主要是针对三岁小朋友一直到成人 所以这个品牌的概念是在于提供小朋友 一个健康成长快乐学习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的宗旨是保护脊椎 远离近视 减轻肩颈手臂的压力 过高或过低的桌椅都容易对肩颈脊椎造成 相当的压力与伤害 而业者就针对小朋友常见的坐姿问题 研发设计了一系列的儿童动态桌椅 Terry我想请问一下 其实我平常在逛卖场的时候也有注意到 我们现在房间上也很多的客桌椅都主打 陪着小朋友一起成长客桌椅 这个听起来也很吸引人啊 那跟我们本身的产品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是 我们产品跟市面上桌椅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市面上桌椅它只能透过手条的方式调整 那父母亲通常等到小朋友驼背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桌子已经过低了 他们需要做调整 那这都是半年一年之后的事情 那我们所讲究的是一个动态成长的概念 今天小朋友需要写字桌椅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稍微的调整他的桌高 我们下面有一个气压棒的拉杆 透过这个拉杆我们可以很快速调整我们的桌面 那这气压棒我们都是德国原装进口 那我们透过调整这个桌板来到15度 我们可以让小朋友他在写字的时候 同时兼顾他的小臂跟大臂 保持在一个灵活的90度 那今天也可以帮助他脊椅自然的向后靠挺直 因为一般小朋友在平面的这个作业下 他会容易让他趴在桌子上的坏习惯 他这15度的桌板可以帮助他改变这个习惯 当我们今天小朋友需要切换作业的时候 尤其来到阅读 我们必须把桌子调高 没有错 然后接着再把我们的桌板调至50度 那我们可以确保他小朋友他在看 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是一个等距的 他可以避免眼睛因为过度的切换焦距 产生的疲劳 贴心的设计不止如此 就连座椅都经过国际ISO的认证标准 可依据不同的身高做适当的调整 更全方位的顾及到了小朋友的健康 坚持使用比利时进口 10等级无甲全的人造零天然环保板台 并通过多项国际认证 打造真正健康无毒的学习环境 在认证方面为了要确保我们的产品 是能够真的符合国际的规范 所以我们也送检许多的机构 从ISO然后一直到这些PFC 然后美国欧盟的ASTM EN71 我们全部都会去送检 那也很荣幸地拿到亚洲唯一 亚洲脊椎协会的认证 来确保我们的产品 对小朋友改善知识是有一定的功效 关系着脊椎健康的除了书桌椅之外 跟小朋友形影不离的背包 也是常常被忽略的隐藏伤害 也因此业者特别从德国引进 全球知名的儿童背包品牌 要提供给爸爸妈妈另一项安心的选择 为了要兼顾小朋友的快乐成长的环境 除了书桌椅外 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品牌就是书棒 那今天要推荐给各位也是这款来自于德国的书包 它除了是现在全世界指标性的儿童成长书包以外 它还拿过德国的IF设计脚 它最特别的地方来自于它背部的这个结构 它其实是来自于登山包的概念 你看现在这个高度的部分 它代表就是小朋友的身高 那随着小朋友的长高 它也跟着去调整 调整重心可以帮助小朋友 他背书包的时候 可以感觉更轻盈 它可以去分散它的一个负担 同样来自德国的 还有这个拥有了超过150年历史的儿童品牌 他们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 设计了一系列的安抚精 认知玩具及各种生活用品 业者秉持着守护小朋友健康长大的理念 不仅要照顾他们的健康 更要给小宝贝一个最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